南投县社区评鉴活动 日前来到张河社区进行 社区民众为了参与评鉴 也做了万全的准备 以西洋谷的表演方式 迎接评鉴委员的到来 当天县议员赖燕雪 曾正妍也到场关心 我们评鉴是在年初 我们就排定时间 那因为评鉴的工作 非常的繁琐 所以我们会在年初的时候 开始来准备这个评鉴的工作 那一定我们的志工也相当的帮忙 我们需要人手的时候 他们都会出来 今天的评鉴 我们有相当的准备 那评鉴对我们社区的评鉴的评语 我本来上是有缺失 那缺失不过我们会在明年 有机会再接受 欠鉴的评鉴的时候 我们会加以改善 加以改善 县长秘书林如阳表示 县府对于社区发展非常重视 未来也会持续支持社区在地的活动 那希望我们的张河社区 这次的社区评鉴能有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县府也会不断的支持 社区在地的活动 那欢迎大家有时间就来 我们张河社区这边的张河步道 还有旁边的他们之中的菜园 这边来多多关心社区的发展 那也希望我们张河里这边 能够有更多蓬勃的发展机会 张河社区现在在有关关怀据点方面呢 事实上已经提供的时段已经满满的了 大概一个礼拜有十个时段 来参加的长辈呢 大概都有二十几个人 这么几年来我们看到 不管是这个西洋谷啦 或是长辈们的健康促进活动呢 都非常的一些活跃 先议员赖燕雪 真正言感谢宏理市长 长期致力于推动社区发展工作 期盼未来打造34里 里里皆能有向弄西 让长者参与建构一个健康乐活的城市 那透过这个社区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的市长人可以来参与 可以在那里健康自主 我希望达到我们长造向弄西 最重要的目标 那么燕雪在这几年非常关注 我们长辈的一个自主训练 燕雪有机会的话 我们要打造34里里里有向弄西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来参与 建构一个健康乐活的一个城市 希望说我们的社区 都可以说一个很好的活力站 这样平常我们的干部 这些都用很好的活力 都义务付出 所以希望说我们所有的社区的支援共享 可以互相切磋 把人家越来越好 张河社区参加社区品鉴多年 每次都展现丰硕成果与特色 其中汉龙步道更是南投县后花园之一 议员们也期盼 借由品鉴委员们的指导 未来张河社区能够逐年成长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道